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来自比利时的朱里安,出生于1987年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韩国连续剧被他深深吸引 我为了学习韩国语来到韩国 韩国是一个越看越有魅力的国家 正痴迷于韩国时遇到了很大的考验 那就是我的签证有效期竟然没剩几天了 这个荒唐的意外使精神有些恍惚 连韩国语都忘记了 正在此时,有人向我走来 他告诉我外国人综合咨询中心的电话号码1345 喂,您好,我是出入境救星中心1345 您要测试什么呀? 我的签证到期了 那里成了我的救世主 1345不仅解答出入境业务 还帮助解决在韩国生活中遇到的日常问题 因签证紧迫 与他短暂通话后直奔出入境事务所 不过 我的天哪 人山人海的等待人员让我又一次受挫 但是 不知从哪里 他又向我走来 告诉我第二个新世界 Hi Korea网站 Hi Korea真是惊人的网站 不仅提供签证的滞留期限延长服务 滞留地变更申报 护照变更申报 留学生的时间制就业许可申报 雇用变动申报 外国人登陆证的有效性查询 还提供外国人是否可以就业的查询 工作日早七点到晚十点 可以办理法务部的电子申请业务 免去亲自访问相关机关的繁琐 朱利安的事情大家看来也是绿灯吧 不过有些遗憾 提供一个确保朱利安点亮绿灯的方法吧 告诉他大韩民国签证门户网站怎么样 大韩民国签证门户网站 可以在线申请发行签证发行认证书及签证 朱利安与1345Hi Korea 大韩民国签证门户网站 结出的美丽爱情 希望你能好好保存 以上就是今天大韩民国的请开绿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